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普通话主要是现代流通的语言 而粤语与普通话相比 就保留了比较多古代汉语的特色 我们现代人写作用普通话 因为它是一种全民族通用的规范的语言 古人创作斯文 都要用一种全民族通用的规范的语言 清作古代汉语 即是古代的普通话 有人将粤语清作为古代的普通话 即是粤语就是古代汉语 虽然两者不能完全等同 但粤语与古代汉语的确是很相似 很接近 例如普通话的跑 古代汉语与粤语都要用走来形容 例如普通话的喝 古代汉语与粤语都是用饮来形容 例如普通话的吃 古代汉语与粤语都用食来形容 例如普通话喜欢用双音字词 好似眼睛、耳朵、嘴巴、鼻子 而古代汉语和粤语就喜欢用担音字词 眼、耳、口、鼻就好了 聊天 今天作文的題目是我的故事 你能否想到 好像沒甚麼靈感 都不知做甚麼好 兩位妹妹在聊天 很有趣 聊天這個詞語 在二千幾百年前的著作 裝置裏面已經有提及了 你能否想到辦法 有時想不到 有空再想 想仔的想字 四書五經裡面的詩經已經有了 距離現在大概有二千幾百年那麼久 喜不懷歸 是用作歌 張母來想 張母來想 就是思念母親的意思 得閒再想的得閒 二千幾年前 屈原的詩歌裡面就有了 願公此鞋 唱和歸 溫思我孩 不得閒 抱怨公子呀 你令我頭暢忘歸 你是思念我的呀 只是不得閒 由此可見 我們平時隨口說的粵語口語 很多都是非常文雅的古代漢語 就好像 然之後 於是乎 出資 孤物論 給你看 打邊爐的邊 九大鬼的鬼 全部都是古代漢語 古代詩文的數量是很大的 我們以上舉的例子 我覺得都是不足夠 不如這樣 我們隨便講一些現代流行的粵語口語詞 有很多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對應的古代詩句 好呀 譬如 你幾時得閒的幾時 明月幾時有 打走文青天 明月幾時有 打走文青天 幾時 普通話應該是什麼時候 又譬如 你有幾多朋友的幾多 文君能有幾多仇 合似一缸春水向東流 文君能有幾多仇 合似一缸春水向東流 幾多的普通話應該是多少 又例如 你有幾何去北京的幾何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幾何 幾何 普通話應該是幾回 又例如 舊時香港 哪有這麼多人的舊時 舊時 黃姐 唐前燕 飛入 尋常 百姓家 舊時的普通話應該是從前 又好像 走路還是坐車的 走路 走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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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其路 今安在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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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舉另一個例子 天天去喝茶的日日 蛇南蛇北佳春水 但見群勾日日來 天天的普通話應該是天天 又好像隔離的八病座的隔離 肯如鄰雍相對飲 隔離呼嘴 隔離呼嘴 隔離 隔離呼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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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 隔離的普通話應該是隔壁 又譬如玻璃瓶的瓶 人生得意 雖盡寬 莫死金瓶 空對月 人生得意 雖盡寬 莫死金瓶 空對月 隔離的普通話應該是平子 又好像 你為何看著我的望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古 隔離 望的普通話應該是看 開我東國門 助我西國床 脫我戰士豪 著我救時尚 開我東國門 助我西國床 脫我戰士豪 著我救時尚 著的普通話應該是穿 水浸眼眉 的水浸 你又有什麼例子呢 雲半風生爪 沙頭水浸味 原來我們平時隨口說的說話 在古斯文中是非常文雅的 這樣的例句多不聲數 之所以用詩詞為例 是因為精簡異明 其實古文中類似的例子 都有很多 以上我們論證了粵語 在詞語方面 是非常接近古代漢語 其實粵語在語音方面 都非常接近古代漢語 由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 香港就有所謂的粵語正音證讀運動 正音證讀就有標準 用什麼為標準來正音證讀呢 當時提倡 粵語正音證讀運動的 著名語音專家就認為 標準的粵語發音 是以這本書為準 《廣運》這本運書 是送到政府出的 書名的廣 不是廣東、廣州的廣 而是增廣、推廣、廣闊的廣 它不是粵語的運書 而是記錄了當時中原等地 看民族共同語、語音的運書 用古代的運書 來糾正今天的發音 是否可行 有很多爭議 但至少可以說明一點 就是粵語的音韻 和唐宋時候的音韻相當接近 如果不接近 又怎可以拿來正音、正讀呢 粵語的語音系統 和古代運輸的系統相當接近 但普通話的語音 就發生了很大變化 所以用粵語、朗讀古代教律師 往往符合聲調、音韻的要求 而用普通話就未必符合了 譬如唐代詩人 劉宇錫的竹枝詞 劉宇錫的竹枝 陽柳清清、江水平 紋狼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 都思無情、卻有情 用粵語中讀是完全押韻的 平、升、程三個韻腳 都是詩韻入面平升韻根部的字 但是用普通話讀 平、升、淺三個字的韻母就有差別 譬如道府的春望 國破山河在盛春草木森 錦時花箭淚 恨別鳥驚心 風火連三軟 家書抵萬金 白頭鬚降短 雲肉不勝針 粵語心、心、金、針 四個韻腳的韻母是完全一樣的 都是詩韻入面平升韻、侵部的字 但是普通話這四字的韻母就很大差別了 身、鮮、煎、爪是不押韻的 古代價律師在平質方面的要求是很嚴格的 唯有這樣中讀時 聲調才能夠一揚頓錯 具有音樂美感 什麼為之平質呢? 古漢語 平、上、去、入 四個聲調 平質的平 就是指平升 其他三聲就是質升 粵語保留了古漢語的入升 但普通話是沒有入升的 所以用普通話去到中讀古代價律師 平質很多時都不符合格律的要求 就譬如盜牧的《清明》 清明時節與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目瞳搖子行化村 同句中逢雙的字 平質相間 同一聯兩句之間 平質必須相反 粵語完全符合平質的要求 但是普通話中讀 平質就有變了 好像前兩句 上一句中的平質不能相間 而兩句之間的平質 又未必相對不符合格律 就譬如盜牧的絕句 兩個黃黎明翠柳 一航白露上青天 槍含西嶺千秋雪 門駁東吾萬里雪 粵語中讀 完全符合同句相間 對句相反的平質的要求 普通話中讀就未必 譬如美兩句的含和薄 本來要求是平質相對 普通話的薄是平聲 就變成平平相對 黃黎白露 本來是平平對質質 但是普通話就變成平平對質 就不夠公正了 對句話 回到老問題 中讀古代詩文 應該用粵語 還是普通話比較好呢? 如果想體會古代詩文 在詞語、聲調、音韻等方面 最初的、最原汁原味的風貌 看來用粵語中讀是比較好的選擇 同學,你們又怎麼看呢?